想把哥哥当老公的妹妹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袁某空的穷妹 而在动漫三年型必有我妹 那天要坚持到另一个喜欢哥哥 而把哥哥当成老公养的漂亮妹妹 男主小屋为了继承父亲的巨额遗产还有公司 必须在未来两年内 找到可以托付一生的结婚班旅 并且要进入贵族学校学期 如何成为一个合作的社长 这样才可以继承父亲的地野集团 为了让父亲可以升级 为了让自己能真正变成大狼 即便没有那些巨无缥缈 庸俗的禁键和权势 小屋也一定要完成父亲的意愿 而在道店休息时 小屋突然听到外面一个少女 自称是自己的妹妹 还说她的目的就是嫁给小屋 这一看就是能上大分的女人 她明明是独自的小屋 哪里来的妹妹 等小屋想要看看到底是谁时 那人已经不见踪影 小屋也没有放在心上 这次小屋开始独居地高中生活 而上学的第一天 就迷路的小屋 却遇到一个过马路很粗心的女孩 女孩还有一个很手劲的手机 看到女孩的衣服 发现她们近来是同一所学校 更巧的是 她们还是一个班级 女孩名叫小赫 只是学习委员 从此之外 小屋还认识旁边另一个 很不爱说话的女孩 小雅 因为地业集团的继承人身份 但小屋收获了很多女孩的关注 转眼就到生日的那天 在生日的当天 小屋又接到那个自称 是妹妹的女孩打来的电话 然后这位妹妹究竟是谁 小屋毫无头绪 但是从这位妹妹口中 小屋知道了 这个妹妹一直就在自己身边 但究竟是谁呢 于是小屋感觉 那个神秘的妹妹 就长在小圆这些 花朵般露乱的女孩子中 在特点放学后 经过小赫的提醒 小屋才知道 学校在晚上会举办一场联谊舞会 小赫邀请小屋 作为自己舞伴参加 一曲作罢 小屋的舞技 引得了全场的掌声 小屋出去却发现小雅 因为舞技不好 合作在外面难过 于是在暖男小屋的引导下 小雅很顺利地和小屋 完成了一曲 不过小雅的吊带突然松掉 直接抱着小屋 躲避看看 说是这样分开了 岂不是当小屋 借到便宜给看光光呢 而小雅是喜欢小屋的 至于是她变责法 想要缠着小屋的一个办法 可因为小赫出来找小屋 她只能被迫 对小屋分开 还很不开心地跟小赫谢谢 她给自己穿上衣服 这件事 小雅在回去后 还在浴室生猛气 而在隔天的街头小巷里 一名黑衣男子 劫持着小屋 但男者并无恶意 她是隶属于低叶集团的人 名叫米子的 X 她告诉正在调查妹妹的小屋 确实有这么一个 同步一幕的妹妹存在 等低叶天上去的小屋就发现 X竟然化名为小男 转到自己的班级 美名其约是要贴身保护自己 以防止妹妹的启动 结果 两人在下课后竟真的 在声量对策 可是聚美的小蓝 却迎来她大量的女生跟踪 以至于许多女生 突然出现在天台门口 恶伦只要相约晚上 到小屋的公寓 小蓝到家后想先洗澡 而想到浴池没有浴巾时 小屋主动送床浴巾 却没想到打开门发现 小蓝竟然是个女生 而在洗澡时 小蓝就已经想到了一个 可以圈团妹妹的绝对好办法 那就是自以委屈 嫁给小屋 然后生子 这样一心 想要嫁给小屋的妹妹 就会死心 说着 就要去实施这个计划 却被通常前男的小雅和小鹤 给装监了 从此 二人误以为小屋是弯的 于是整天想要摆回小屋的取向 办法 就是二人开始日夜 缠着小屋 秋天睡觉 也在一起 小屋甚至还幻想着 这时 那个妹妹能够打开电话 这样至少能够减少错误选项 但是熬了一夜 也没有等到 白天又继续被纠缠 先好小屋跑得快 躲进了一间教室 哎呀 真的是身在不中不知乎啊 等小屋出来的时候 就发现 只有小雅一人 准备离开学校 去买泳衣 小屋只好跟着小雅一起去 但是 路上却遇见了下雨 下雨天的小故事 就这样悄悄的来了 二人被淋湿 一路狂翻到小屋的公寓 像她洗完澡 还贴心地放了新的洗澡碎 小屋被推进浴室 却看见了很久之前的一副玩具 是和妹妹之前送来蛋糕时 一起送来的玩具 是一套的 于是小屋怀疑小雅 就是自己的妹妹 所以 小屋就真的询问小雅 想和谁结婚 因为妹妹的目的 就是和自己结婚 果然小屋害羞地说 当然是小屋啦 这话一出 就不想加入德国护科 因此小雅大哭一场 而在第二天 小兰调查妹妹的进展 有了结果 妹妹打来的电话 只信心手机 并没有发布很久 使用的人也很少 但由于故障 现在手机公司 要全部收回 而这时小雅的手机 却响起 是妹妹发了一种 别的电话 小雅突然想起小赫 用的手机 好像很少见 于是 她又猜测妹妹 就是小赫 所以急忙去寻找小赫 尽怕她出现什么意外 早找到小赫后 小赫也承认 自己就是那个妹妹 小时候 娘家的关系 非常亲密 但由于一次意外 小赫为了就 快被车撞到了小赫 而自己撞上了脑袋 出现了失忆 从此 小赫的爸爸 开始疏远小赫家 小赫就才明白 是自己理解错 生日蛋糕 以及妹妹的含义 小赫 确实是邻家妹妹的意思 而不是自己 同父异母的妹妹 就在小赫有些失望 这个真相时 小雅却也赶了过来 知道小赫和小赫的 前因后果后 不不记得她 还说自己是小赫的 青梅竹马 原来住院间 小赫一见了 跟爸爸经常来医院的小雅 但是小赫当时 还没有回复 总是会发生 间接性的失忆 以至于转学来到这里 也没有认出小雅 当时小雅和小赫 还一起玩过 过家家 从那时候 她就喜欢上了小赫 再说到结婚 小赫 也不敢失落 于是乎 二年又开始了 要公平竞争 小赫的比赛 而老人奇怪的是 接下来的几天 小赫每天早上 还是能够接到 灭了一个电话 最后就通电话 严重挠乱了 小赫的作息 每天才不早起 让小赫坚持不住 所以她只要去找学姐 想来资料室休息一下 结果学姐竟然 跟小赫躺在一起 还说 我比你大 你不要太客套 但真不是小赫想要客套 即便背过去了 小赫也实在睡不着 最后只能赶忙起来 她把自己压不住墙啊 而等之后 再见到学姐 虽然还会尴尬 不过就在一次学姐 翻资料时 打翻了书籍 从我露出了一把新型手机后 小赫就开始怀疑学姐 就是妹妹 不能学姐 怎么会那么主动 那么排给 虽然学姐比小赫大一岁 但学姐是在 孤儿院长大的 这样一想 还真有可能 就是她 而在隔天 妹妹的电话 竟然没有再打过来了 其中望向窗外 却看到 资料室的窗帘 是新红色 小赫想到 那个时刻 监视自己的妹妹 对面这样的装饰 也不是绝好的 头盔胜利 于是小赫再也等不了了 年忙来到资料室 质问学姐 而学姐回答得很坦白 问起父亲藏领的天气 小赫下了个圈套 故意说错 结果学姐也没有发现 顺着说了下去 所以 小赫知道学姐 在欺骗自己 学姐件事情败露 竟成了自己小时候 就认识小赫的妹妹 其实四层时的名声 会让她受到伤害 小赫姑姑恳求学姐 给告诉自己妹妹是谁吗 她要好好保护妹妹 但是 学姐还是坚持等小赫 真正有能力的时候 再告诉她 小赫没有办法 只能妥协 而这间学校的理事 来进行检查 听说地业极端的独自 在这里学习 想要见一面小赫 小赫去了办公室 还没疑惑 广播上就出现了一个 自称是小赫妹妹的人 说让小赫小心点 后来就把命运说出去 为了调查这件事 小赫来到最有可能 接触到广播的学生会 还当上了风纪委员 但是风纪委员的工作太多了 别说调查妹妹的事了 光是工作就累得半次 为了能够接触到 副会长和会长 小赫和小兰 逾了他们一起去游乐园 在回去之前 他们还买了玩具熊组为纪念 但就是因为这个玩具熊 引起了小赫的注意 原来学姐把之前的手机 捂当做垃圾丢了 等去掉的时候已经不见了 而回来的广播声音 很有可能就是手机变声传来的 小赫找到了副会长 他坦白自己 因为和李氏的儿子又婚约 而不得不听从李氏 尽可能地掌握 地业极端的丑事 依次能够在接下来的合作中 获得更多的利益 订完副会长的悲惨声势 小赫决定和副会长假装成连任 来帮助副会长 摆脱那个他不喜欢的婚约 在小赫的帮助下 副会长顺利解除婚约 甚至副会长的父亲 还很看好小赫 人儿白给就算了 父亲竟然想白送 切个秀 在隔天 小赫旁边搬了一个新邻居 小赫 谁知小赫主动表明 自己就是小赫的妹妹 在母亲去世后 父亲就把她寄养在远房表情家 并且每个月都给生活费 听到这些 小赫轻易地相信了她的话 但是小赫和小赫 却不那么好说服 还提出了验证DNA 毫不恐惧的小赫 也同意了验证 小赫拜托了秘书 带领小姐 结果检测显示 真的有血缘关系 而另一边地野集团 正举办一场舞会 小赫妈妈陆野子夫人 让小赫带上自己的舞伴一起参加 几位女生又开始了 争抢这个位置 小赫甚至主动让鸟过去 准备好所有人的请帖 一同参加宴会 等到宴会上 小赫一直是闷闷不乐的表情 还喝了很多酒 成功把自己灌醉而走丢了 小赫在早上的时候 听到雷的小姐 正在收集贵心污点证据 企图把小赫从 社长候选人的位置上拉下来 小赫和小赫 联邦准备对策 最久的小赫也被小赫找到 小赫向小赫情绪后 便沉沉睡去 议会结束也没有醒来 送走其他女孩后 陆野子夫人指责小赫 没有好好招待女孩 还能连家走丢 吴以前还说出了 让赫与小姐准备这么多女孩的情帖 怎么可能找赫的过来 小赫这才知道情帖 竟然是耐力准备的 而不是小赫养父 可是当初为什么小赫要说谎 究竟还有什么阴谋 没有证据的小赫 还像往常一样 第二天 小赫因为感冒没来上学 放学后 小赫和小赫去找小赫 小赫趁小赫买茶叶的间隙 提出了要和小赫约会的要求 看着生病的小赫 小赫答应了这个要求 只要她真不是自己的妹妹就行 可是到了第二天 娘娘玩了一整天才回家 小赫还去了在门口告白 但小赫却拒绝了 另外根据最近的调查 小赫已经知道了 小赫才是自己的亲妹妹 小赫转头看到在楼底口的小赫 并把她叫回房间 结穿了她的谎言 太值得做自己和小赫 无非就是想要在选举社长之前 暴露小赫的兄妹恋 一直拉下小赫候选者的名单 小赫还想辩解 而小赫也来了 她结穿了小赫真正的身份 已经消失很久的天才童心 百合 而百合件事情败露也扬长而去 小赫因为表白悲剧 而直接导致第二天游泳课 溺水了 小赫感觉太旺 说出了真实之谜 小赫却知道整个过程 因为太想和哥哥成为恋人 她选择隐藏被百合利用 甚至没想到 百合会这么假害哥哥 所以我们二人自此 算得以相认 在哥哥的鼓励下 小赫还在游泳比赛上 打破自己的记录 只是小赫的恋人是谁 几个女孩 还在竞争的很激烈中 有多少人羡慕嫉妒拦住的 在评论区签报个数 不过妹子倒贴拦住 骗家财 这样的说法 不感觉舒服很多了 毕竟我们哪里收拦住了 还不是拼爹拼不过 但是德国鼓克剧情中秋 是不被大众观众所接受 走直不动吧 一直都是被喷低俗 也确实挺低俗的 可是好在剧情中 雄美恶人并没有太多 离谱月线的行为 在观看原片的时候 还是觉得很轻松 很愉快 所以有时间的话 真的推荐观看原片 我是少年 有名的游卡跟九七年男孩 你为喜欢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